下一句在亲民 最早是成仪提出来的 认为这个亲应当读心 朱熹赞同这个说法 所以后来就统统的读心了 为啥读心 朱熹的柱说的很清楚 是隔期旧 就是把旧有的原来的那个 那个隔除 焕然一新 所以这个亲民呢 就说民就是老百姓了 使老百姓焕然一新 就叫再新民 造就一批新的民众 他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朱熹这块讲的不对 是因为我认为 王阳明说的有道理 这个明代的大学者 他叫王守仁 阳明是他的号 阳明是他的号 但在历史上更多的称他为王阳明 他是宋明礼学另一派的代表 宋明礼学分几大支几大派 都是在从宋朝到明朝期间涌现的这么几派 我们总称之为宋明礼学 刚才我们说的成诸 这是一派 是理学当中的主流 影响最大的这一派 叫成诸理学 他影响大 因为后来他变成客举考试答案了 当然在这之前他影响也很大 他也是理学的主流 二成 成一成好这兄弟俩 再加上朱熙合成为成诸理学 就这一派三大代表人物 实际在这之外呢 理学还有几派 除去成诸理学之外 影响最大的一派 宋明礼学影响最大的一派 应该就是所谓的新学 新学 新学的代表者两大家 一个是宋朝的陆九渊 他跟朱熙是同时代人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 明朝的汪阳明 所以这一派也被称为 陆王新学 这一派叫新学 也是宋明礼学的一大分支 陆九渊和朱熙 看法不一致 俩人还举行过辩论会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所谓的俄胡之会 俄胡是地名 在这个地方 他们俩 举行过辩论 就非常有名的 有俄胡之会 讲他俩的这个思想 充分的阐释出来 不同意对方 但是总体来讲 在南宋的时候 这个新学的影响力 还不是很大 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 并有所发展 独树一帜 在明朝后期 王阳明这一支影响非常大 这个新学 所以后来把王阳明 也吹捧的非常高 推崇王阳明的这些学者 甚至提出来一个看法 说儒家有所谓三不朽 这个我们好像以前提到过吧 立功立德立言 这叫三不朽 儒家的三不朽 能永垂不朽的三件事 叫立功立德立言 推崇王阳明的学者 提出一个看法 说儒家学者 能这三方面都做到位的 既立功立德又立言的 历史上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王阳明 这个对王阳明 比较推崇的学者 就把他抬到这么高的位置上 这个王阳明 只活了57岁 明朝人 王阳明 他传下来的一个 他的一个代表作吧算 但是也是他门弟子记录的 叫传系录 这本书 他弟子记录的 他的一些言论 这是他的代表作 那么传系录里边就谈到了 他对大学的理解 这是王阳明很特有的一个学术观点 他认为不应该读心 就应该按字面读成亲 新民是要改造人 不仅自己做到明明德 然后还使老百姓也都能向你学习 都做到明明德 然后他那个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这叫新民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 新民讲的是一种对百姓的教化 王阳明读成亲 他理解不是教化 是使老百姓亲近我 我亲近老百姓 老百姓亲近我 这是修明明德最后一个结果 你能不能做到明明德 你做到没做到 最后看结果 你周边的人对你什么态度 是否亲近你 王阳明认为 这就是论语上的一句话 孔子说 修己以安百姓 这个我们讲论语的时候 好像讲到过 孔子说修己以静 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 修养自己 修炼自己 然后目的是使老百姓 安安心 他说这个亲民 就是孔子说的 修己以安百姓 通过你加强个人修养 然后你身边的人 百姓对你都 产生一种安的心态 就老百姓跟你一起 你周边的人跟你打交道 他心里很踏实 心安 这就说明你个人修养修到位了 如果跟你打交道 人心里不安 心怀忐忑 那说明你没修到位 咱俩现在做这个买卖 我 我弹好件了 我答应你了 你心里非常踏实 哪怕不签合同 你心里都觉得非常踏实 因为他说了 他答应我了 这就叫修己以安百姓 人家跟你打交道 心里非常踏实 要跟你说完之后 人家回家 行 哎呀 他说是说了 他能不能兑现呢 我是不得签个合同 整个公正 他心里不安 那就说明你没修到位 这是汪洋明的看法 所以汪洋明认为 这块不易解释为心 应该解释为亲 所谓亲民就是修己以安百姓 通过自己的修养 让人家跟你相处的时候 非常踏实 心里非常踏实 愿意和你相处 愿意亲近你 这是个人修养的一个境界 达到的一种境界